皇姊妹 皇贵族 他意思就是说 他来信耶稣的时候 他因着他的丈夫 得了这个脑梗疾病 有个老姊妹传福音给他 当时我也跟那个去 到他家 那个时候 跟那个姊妹 以前在三次教会 有去到他家 为他祷告 后来他再信了耶 他一不懂 就是因着这一次 这一次听到真道了 听到真道了以后 他就非常渴望 安静下来学习 他来渴望 这个姊妹确实 也从他刚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 那种生命状况 跟现在 圣灵也在提醒 让我看到他的生命 也在不断地改变 因为从以前 一个什么都不懂了 到现在 他一个能渴慕来追求 每天他都来 基本上每天他都来 他哪怕他自己一个人 他也是 做成每天20块钱的车费 每个老人家 你看他有 这样有渴慕的心 来回20块钱 他都每天都坚持来 来学习这个道 所以我也看到 他能渴慕的心 也看到他那种追求 也愿意 他也愿意 愿意来 来学习这个道 所以 他现在 他就是想 祷告 求神来帮助他 还有他这样 有一个问题 他这个口 他是喉咙字 常常干 还有这个膝盖 就不时 稍微痛一些 但是他里面就没有 没有什么 他说 现在就是 祷告 求神 来帮助他 还有 就是 看他这个字 是怎么回事 他去年开始分别出来了 跟李琼姊妹 开始分别出来 在他们那个乡镇那里 开始慢慢去 后来就来到我这里 每个星期三星星期天 马上他们都 开始来 就来来来来 这里就开始学习 自从学习 就呼召一下 军队的时候 我们白天学习的 他都基本上 基本上都不落下 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 他都不能够来 但是他基本上都来 所以他 又打 75 我现在上去的话 感谢你了 就说 每一次没能在当中 也是有这几乎也能聆听到恩典 主啊 你也知道 他在这过程当中 也是有个可能的心 每一次能来到这里 来学习 也不大想每一次的课 这样子也愿意 就学习把这个呼召 就玩军队 就马过了一点 主啊 他兴趣的时间 也是很寒早之前 就接近约四五十年的时间 主啊 你也知道他兴趣的时间很长 但生命的程度 主啊 你只要你知道 他现在的生命的程度 信仰的状况 到底怎么好 主啊 你也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主啊 我也愿意为他现在的这个生命 在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或者说 对于这个真理和听这个讲的道呢 对于神的话语 后面的地方 主啊 你愿意给他一个考虑 你愿意让他能反思导教里面所说的话语 而做到指引单单 只是明白一点 主啊 你愿意写出一个可不反思心 导教的心 是给他这样一个聪明才智 让他因为他年龄也现在也大 主啊 求助在这个余下的这种生命当中 主啊 求助你也帮助他 比较成长 让他有耳朵能听见 有眼睛 再继续看见 主啊 主啊 帮助在这个心上 不断地成长 主啊 不断地浇水 主啊 你也知道他喉咙 有肝或干咳咳痒 有外人知道这个疾病是因为天气气的原因呢 还是以前做什么事情 或者说是因为年龄身体的激动问题 有些病症不够 主啊 因为只有你知道 因为当人年老的时候呢 身体确实有很多很多疾病 有些疾病呢 呃 是出于外在的 有些疾病呢 是出于因为年年老的原因 啊 你也知道主啊 马蚁的腿 他的腿有点痛 主啊 你也知道他为什么原因 主啊 若是这些疾病 呃 若是这些疾病是可以被移植的 是可以是外在性的 或者说他得罪你 或者说他约你回来 主啊 你也知道他内心如何 主啊 那么主啊 如果他嗓子里面 或者有黑暗的势力 若是有黑暗的势力 有不洁净的方式的话 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他这个脖子上 他这个嗓子里面 若是有黑暗的势力的话 我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试着这个黑暗的势力 离开党主啊 因为 因为 如果是摩尾三岸 对他的魂猛祖祖的话 主啊 你也知道他为什么 有这样的这种疾病 若是他身上疾病的话 主啊 如果你愿意伸出你医治的手 你也求主 你也愿意怜悯他 来医治他 若是里面有什么情况 若是他并不能得了医治主啊 也感恩神 因为也有你的美丽在里面 万全之耶华神 因为一切都是你的美丽和你的实力 我愿意做我的职份 为他代求 为他祈求主啊 但是一切 我把最后的结果 也交出给主 你的身上 主啊 因为你拆见你的医治这件事 你用你的手 大肯的手 结果交出给你 主啊 但是最重要的 求他在真理真道上兼顾 更让他明白这个福音 让他在圣下与圣发生上 把这个福音搞明白 直接执行 主啊 愿神的光 光照他 愿他 愿对他一个开悟的心 让他明白真理 让凤主也都救命了 阿们 我看到第一个画面就是 就是那个烧香啊 那个烧香 那个意思就是他 看到他烧的香在那里 拜 拜 然后我就问神 我在灵里问神 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圣灵就有神灵告诉我说 你把这个信仰啊 当作像那种烧香 拜佛那种 来拜 来寻找神 你把这个 耶稣把这个信仰 当作烧香来拜 寻找神 就是说你这个 你的这个寻求的这个方式是够的 你走的是不对的 所以你没有得到活水 你没有得到活水 你很渴 但这个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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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讲吧 我先把这个意象说吧 就是你没有得到活水来 滋力你的生命 你非常渴 你这个口干呢 不仅仅是你年老的口渴 而是你里面 非常的口渴 你生命非常口渴 你没有得到活水来 喂养你的生命 为什么 因为你把你把耶稣当作那种烧香一样的来拜他 你这个拜耶稣的方式是错的 那另外呢 你的腿为什么疼呢 你的腿疼 它也不是因为你年老的腿疼 也有神样的疼 为什么呢 因为你走的路是错的 然后我刚才 因为看到第一个画面是 一个意象是你从错的方式来寻找什么 然后接下来它导报差不多结束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另一个画面 另一个画面呢 就比如说 我们农村上面不是种那个玉米吗 那玉米长高了 长高 但是它还没有没有开花 还没结果 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看到这个画面 这里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这个 玉米杆子 然后这里是一条路 是一条路 然后呢你呢 就刚好 这里有很多玉米杆子嘛 很绿 绿油油的啊 你就走到这里来 你这个人 就这里 你走到这里 然后这边是有太阳起来的 光 就看到 呃 好像春天 住 住植 有绿叶起来了 那庄稼长得非常好 就是你走到这里来 你往这边走 等着你是像光 你是往这边走的 不是背光 是看着你往这边走的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 你现在得开始 就是开始走对路了 嗯 原来你 你的这个 你的信仰啊 你寻求神的 这个拜的方式 就是拜错了 没有 拜偶像的方式来拜神 嗯 那现在看到 第二个画面的时候 就是这个画面 我应该是说了什么 它是一种状态 当信耶稣 不管是你 1960年信耶稣的时候 是有 可能会有 40年 或50年 约40年 50年 你其实你拜 寻找耶稣的这种 嗯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寻找耶稣 你拜着什么 用拜偶像的方式来 就是拜偶像 拜神的方式来 寻找的 可以在耶稣 对吧 你根本就不刻 但是很可能是什么 就是说苦渴 苦渴 並不是因为 你没有活水 对 你怎么没有活水 所以说 在过程当中 你也来学治理 对不对 但是你还没 还是苦渴 还是没有得到 但是你至少 往下方向走了 往下方向走了 但你苦渴的原因呢 少的苦渴的原因呢 是因为 对不对 你还没有得到 或是 你的腿疼 也在那边走路 对 但是这样的想 你已经走得路了 你走向光门 嗯 嗯 方向对了 但是你还要 还要好好去 认识福音 嗯 嗯 认识福音 嗯 认识福音 嗯 嗯 那你们在那边就会 你们就是说 呃 要特别照顾他们 这老人 就是把定义 说给他听 清楚一点 就听 听老师的讲道的时候 要把定义 说给他听 呃 问他 能不能明白啊 多一点耐心教导他们 因为 他们年老了嘛 很多东西限制 所以你们都 多多多 大家认识福音 我本一次就­ 做一个政策 我们来解释 对 等于 gotten 我的 想法 要 此就是 各位